我們真的要開始來說動畫 那麼動畫呢我們今天會分兩種部分跟各位介紹 一個就是所謂的雲端服務的部分 上面這些都是雲端服務 下面這個是單機板 好單機板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就是簡報的 簡報的也可以做到 那我們先從甲上科技這裡 因為為什麼從這裡開始 因為有中文嘛 好所以讓各位比較好入門啦 你知道嗎 說真的每個雲端服務都差不多 但是介面差很多啦 介面差很多但是原則差多少 所以你到這個Cloud Animator 這個是他最近新推出版的 最近新推出版的 所以你直接按 Stop Free Now 他就請你做一件事情應該知道 這樣會吧 那就看你要不要真心 如果有登錄了之後就像這樣子 各位現在都已經註冊好之後呢 一進來會有看到這個對不對 那他有其實有不同的方案啦 我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現在的雲端服務 大部分都是用這種方式 也就是說 免費的 我就先提供你部分 這樣你就可以用 一部分的功能 那 他當然希望你付費嘛 所以他 他大部分都會有其他的付費 他讓你去選擇說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 某些內容啊 像我們剛剛那個 影像主義不是有一些付費的內容嗎 如果你喜歡就可以 用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對他們來講 當然才比較有機會 繼續存活下去嘛 因為他要生存 他才有辦法獲利 那 如果呢你覺得 免費的就夠了 也可以 好也可以 好 我們這個就把他關掉 那麼各位一進來就應該會是一個 空白的專案在這裡 有沒有 會像這樣子 如果你不確定 你可以到 他的那個手頁上面看一下 應該可以直接登錄進來 就是進來到 這邊之後 有一個 有一個 自己的 這裡 好就點一下 點一下這邊 我的 這裡 點進來 賬號 賬號 沒有 看一下 去哪裡了 不對 這是他們另外的 等一下你再找一下 我有點忘記 應該是 來個天使當 好開始 他這裡有一些教學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裡有一些教學可以用 好那你就使大家鬧 就可以進到裡面來 這樣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呢 我們剛講他不是有中文嗎 先把語氣搞定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伊恩 台灣的廠商就是這麼貼心 不是解敵的 是正理的 好就是我們講的正理中文 繁體中文 好我們就新增專案 新增一個 那他一樣有辦法給你選 可是至少這樣你看到 應該比較熟悉一點 對不對 好 一樣有教學 他說 頁面的管理在這邊 然後呢 右手邊 這裡 有沒有一些 素材 文字 都可以打 播放控制區 就是時間軸在下面 那其實現在的 編輯方法很多都像這一種 如果你再繼續增加下去 你就會有一種 有一種短體上陣的感覺 叫做泡沫 對不對 再增加下去調整順序那些是不是都一樣 那我們先看看好了 先從右手邊 有沒有一根範本 你可以從這邊挑 不過他還是一樣有 分付費跟免費 所以假設你挑了這個 他說 我的已經打到上限了 因為剛剛外面已經有三個 他有數量上的限制 有數量上的限制 所以你可以看看 你要用哪一個 他也有互動的喔 像這個裡面 一個是卡片 像這個 也有喔 你看你點進來 有沒有左手邊 就有一些內容出來了 應該有一種感覺了吧 Powper是很好用 不然為什麼大家都要用他 你盆類一下看看 盆類一下 先不要急 找到一個飯碗之後 先盆類一下 你才知道他做什麼動畫內容 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頁 第三頁 就繼續下去 那你頁面操作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就不用講 那我們來看就是說 那我現在要改那個內容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請你看一下 我們的 下面這個 有沒有發現有個時間軸的開關 因為現在他預設把時間軸收起來 只有讓你播放 你可以把這個按下去 你會發現時間軸有沒有長高了 你裡面的內容 繼續撿下去有沒有都看到 這樣的話你要編輯相對比較容易 相對比較容易 可以多畫一下 看你到哪邊 比如說你要編輯他你就點到他 你時間軸來這裡 你把他拉過來 等一下我拉到那個 點到這裡 這樣就看到這個 有沒有 那你如果要編輯他 你就來這邊 點他一下 有沒有字就可以改了 誒字就可以改了 但是字型 你應該知道 有沒有中文 沒有 但是真的可以打中文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只是 說真的 他就細明體而已 這個對各位來講 我們原則上做動畫 很少用細明體 應該說做影片 大部分因為細明體相對來講就是 感覺起來力道比較薄弱一點 所以 大部分就是用黑體 或是比較特殊的 比較多 那萬一如果你真的有這種需求 怎麼辦 改用圖片 改用圖片 我看一下 下午不知道沒有時間 可以跟各位講 待會我再講一下 怎麼用圖片 那你看 我們是選好範本了 那 改好了之後 你在下面這邊 這也是頁面的管理 有沒有發現他有一些範本可以選 有些範本可以選 如果你在這邊 你想要用這種的 就套用進去 有沒有馬上就進來了 對不對 下面也是一種範本 頁面也是一種範本 文字沒有用講 這裡都有 好 這裡他有提供一些圖戶 會動的 有沒有看到 GI 你就把它丟進來 這樣好像 突然變得很簡單了吧 對不對 那這個進來 你看我現在在這邊 點到他 你要怎麼進來 這個 東西比較多一點 你看我剛加進來 是最後這個 對不對 那他就在這邊 我一進來之後 有一個這樣的動畫 在這裡 在這邊 好 至於說你要不要做動畫 要不要無限循環 你看按一下 這樣他就會一直 撥撥罵街的嘛 大家了解好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當然他也可以做 關鍵影殼 比如說我們今天 他從這邊一直 直直直直到這裡 你可以增加關鍵影殼 其實這個對 設計系同學來講 如果你曾經學過 一些 動畫軟體 有沒有都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現在變成在雲端而已 畫面在雲端 關鍵影殼就長得這樣子 所以你今天我這裡 插入了一個之後 我希望他從左邊 移到右邊來 你就把時間軸拉過來 再增加關鍵影殼 這樣子 這個沒有變大 好 這裡 拉回來 看一下 有 有沒有 兩個點之間不一樣 中間五間動畫會自動產生 會把它自動產生 這樣有沒有了解呢 那 聲音怎麼辦 他有提供一些音效 內建的不過我們再去找免費的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我們待會後面的其他軟體也會有 如果你今天在這裡 你要講一句話 我看一下同學 好了講這個好了吧 都沒有人 有問題了嘛 都已經被我解決了嘛 來 引進來 預言 中文 對不對 普通話 然後呢 然後呢 你要呢 這台的女生 我們就 play一下 延期進行時 若有任何想法或問題 都可以在這個塗鴉板上留言 塗鴉或是貼上你的問題 畫面過 你知道嗎 然後我最近參加一個喜宴 然後呢 他們上面那個影片在播的時候 講的字 竟然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 我就想說 糟糕他應該是用這種語音直接轉出來 他沒有自己錄然後就找 那所以 這也是一種方式啦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 出生的話 有沒有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女生也可以啊 你就play 先play看看 所以我才可以講說 語音現在 有些進行時 若有任何想法 語音的服務現在是相對方便的多 都可以在這個塗鴉板上留言 塗鴉或是貼上你的問題 畫面過 為什麼他們都是我們 如果你按套用 他就幫你把這個 聲音 有沒有就加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的動畫就播到這邊 他就開始講話啊 這樣 這樣後面你應該都會了吧 我好像沒有講太多了 只剩下最後怎麼輸出而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我上面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我今天 其實我是來賣東西的 因為我只賣你兩個是放等的 我只是幫你把這些資料找好 介紹給你而已 所以你知道 業務 要怎麼樣 處在活路裡面 好那你看這裡 專案名稱這個 那你可以選擇 你的專案的縮圖 你要 哪一張 對不對 直接就把它存檔 那 存好之後呢 你可以發布 你可以把它發布 發布之後你可以選擇 不要忘記我們現在只用到什麼 就是免費的 如果你有用到他付費的那個 販文或功能的時候 他會提醒 提醒說 這個是要付錢的 你看我這裡有沒有多一個了 好這裡多一個了 然後 然後這裡有一個分享 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分享 你就可以告訴別人 你的連結在哪裡 所以別人進來的 就是看這個 就看這個就好 好就看這個 那你看 我們就先從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他的Logo 對不對 他也會有一個這個是放在上面 這樣你說你會做嗎 會呀 誰都會做啊 而且他這個 因為是在網站上 所以其實實際上是有互動 什麼 做過啊 這裡有互動喔 你看有沒有 好處理他 對不對 就把這個好像變成一個網站一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這樣玩過之後你應該就發現了 為什麼 我說 今天 你不會的可以退票 這些有沒有都是範本 對啊 而且我還很 我連打字都懶得大 我都是用原始的給你看 因為你要做什麼那樣 自己換就好啦 這樣有清楚了喔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 請你自己先 試看看中文版的 這個假算合計 好記得你要改語言 先從上面那邊修正一下 這樣可能你對於就是有一些 專有名詞 可能在使用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困惑 然後 我一會等於是 我還是能改善了 那沒了 你要改善的